点灯说声对不起 我要谢谢你 我是叶树珊 这个节目呢 是教育广播电台和点灯基金会 共同直播 我们除了有实体广播之外呢 也在podcast 还有在youtube当中播出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到影像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 我一直觉得她是我的小小小学妹 但她现在身负重任 她现在是中华音乐人 交流协会的理事长 那当然大家对她的理事 了解就是她是非常棒的 做词做曲就是音乐人 创作也是歌手 来欢迎丁小文 小文好 苏珊姐你好大家好 小文永远出现就是这样 很性格 我总觉得她的造型 可是我觉得你最早最早出道的时候 就是是不是金曲奖 还是大学成 那时候好像没有这么明显 那个时候我是大学成 创作歌要比赛 我唱的要第二届 那是1984年 那时候你 1985年 1985年 是北一女呢还是 那时候已经大学了 大学了 对我在学校 我在福大 先参加福大自己校内有个比赛 叫清运奖 青年的清 清运奖 然后拿到了创作组的冠军 就觉得好像有点信心 然后隔年我就参加了那个大学成的创作歌要比赛 因为它主要是创作比赛 所以所谓的展露头角是从大学成那时候开始 应该算是 难怪 因为这样子就出了合集唱片 就好像入行了 入行了 所以难怪 我就想说为什么丁小文会写这么一本 我们的音乐课 影响台湾80后的音乐原创力 里面呢就有提到蛮多的大学成的这整个过 是是是是是 对 然后我发现呢 你不但是才女 而且你对历史 你很有那种去爬梳历史的动力 应该这样讲 我觉得现在真的岁月过得很快啊 一转眼就是礼拜天礼拜天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说 因为大学成创作歌要有十年的历史 但是其实呢 在坊间没有什么这样子正确的记录 那我觉得其实大学成出来的很多创作人 歌手 后来是有影响力的 对 其实影响力很大 但是都没有人知道 所以我就发心就说 我要把这东西记录下来 好 所以那个时候花了大概筹备期间 一直到完成 大概花了三四年的时间 访问了八十个人 那包括有当时的歌手创作人 还有幕后的制作团队 还有当时的赞助商 sponsor 就怎么样大家合力来促成这个事情 所以可见的你是一个 蛮喜欢自己找事情做的人 使命感 使命感 我刚刚就在讲 有使命感 所以你希望那个历史要留下来 正确的历史留下来 我想这也是因为这样 除了对音乐这样的无怨无悔的投入之外 也有这份的责任感 使命感 所以让你接下了这个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理事长 对啊 我觉得人生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步接一步 一定有前面你踏出一步 做了什么事情 后面才会连上来别的事情 其实我的人生态度一直都很随缘 就是如果说天上掉下个什么事 那我就把它做好吧 但我事实上我是蛮懒散的 不会自己找事做 真的吗 我感觉到你是 你像大学成 OK这个创作的当年的歌手 后来很有影响力 也就有影响力了 他们就在历史上 本来就有他的一个地位 可是你就觉得要把它整合成为这样一本书 所以这个有一点矛盾 就是说我自己其实蛮懒散 但是又会觉得闲不住 一闲下就觉得要找点事情做 该有事情 但是总是会有一个机缘 就是告诉我 我现在要做什么事情 对 好来话说从头 小文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 确认自己对音乐的这种 是有热情的 而且一做你看到现在 从如果你从大学的时候参加 到现在也40年了 有出道40年了 应该这样讲 我小时候跟着爸爸妈妈看群星会 我就很喜欢 我们小时候也都看群星会 可是我们就没有说要去走这条路 对啊 可能我觉得那个细胞吧 就是从小就有被呼唤 那时候就会学着那些歌星唱歌 刘文正啊 风飞飞 然后 你看你都就是比我晚 我怎么那时候是什么 琴蜜啊 染霄灵 那我也有看啊 还有啊 张琪啊 谢雷大哥 还有有有 都有都有 我其实现在对群星会时代的歌 还是撩肉之杖 真的 你这样随便讲我还会唱 而且我居然那时候 我在中广的时候有机会访问到圣芝 哦 圣芝姐 对 然后我还记得 因为奇怪 小 那时候我还很小 但我会记得 他的先生叫观华石 对 我就会记得 而且那首歌大都 群星才 对了 大家都会唱 所以那个时候的电视影响力真是不得了 很大 很大 因为那时候就是只有一台 最早只有一台 所以现在年轻人就完全不一样 因为他们的讯息也太多了 对 会比较纷杂一点 那你小时候 那个时候就因为电视节目 然后爸爸妈妈带着看 嗯 你就开始种下了对音乐的爱好 有培养你吗 他们也特别培养你 没有 没有 你有去学 像我们小时候学钢琴啊 没有 太懒了 没去学 现在很后悔 但是我爸妈本身很喜欢音乐 我爸都会听黑胶 然后除了我们看群星会 还有我哥哥那时候听黑胶的学生之音 听很多西洋歌曲的排行榜 是 所以那时候其实受到很大的影响 学生之音是那时候有一位叫张萍去编的吗 对 是不是叫张萍 我们那时候都知道是余光老师 余光老师 对对对 学生之音 学生之音 我讲的那个张萍是甜蜜歌声 好像是节目 对 他那后来也出唱片 那个时候十块钱一张 我还记得 物价不一样了 好来继续黑胶唱片 所以就是听西洋歌曲 然后听国语歌曲 然后一直是到我念国中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民歌运动开始 那受到很大的刺激 说老实话 因为发觉 以前看电视上这些人表演 会觉得那是很专业的事情 后来发觉 原来自己弹吉他 唱唱歌 自己写写歌 也就可以出来了 不用台式大乐队在那边伴奏了 然后就一把吉他 对不对 那个落差其实很大 那时候是你国中的时候 国中 对 所以那时候有受到启发 民歌的启发 那你有开始学吉他 正好我国中的时候 我哥哥送了我一把全白色的吉他 哎哟 好炫哦 真的 就启发 然后就开始弹啊 然后那时候就会 那时候不是有小歌本吗 那个弦有没有 照着弹 然后弹着弹就觉得说 我是不是可以自己写 所以我当时就写了我第一首歌 是我上数学课的时候 就是老师有教一些那个什么口诀之类的 什么就是两点连成一线 三点恰成一平面 我就把这个编成歌 你我都是一个点 两点连成一线 他也是一个点 三点恰成一平面 我就这样写歌 就开始了 国中 国中 国一 哎呀 十三岁的作品 很好笑 可是现在还蛮有哲理的呀 对不对 你把老师的数学课的口诀 然后加上了human touch 人 把人放进去了 然后就立刻鲜活起来了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在创作 所以你不但做词做曲都可以嘛 对不对 都可以 其实小文的创作歌曲 加加减减四百多首 出版四百多首 但是被退稿的也有啊 对啊 出版四百多首 还有很多没出版 对 你就想说被退稿 对 退稿就自己唱啊 不是 被退稿也有可能就是因为 当时不符合商业利益嘛 不符合商业市场嘛 或自己觉得说 哦 写的太晦涩了 就算了 也别拿出去了 那这些手稿还在吗 都在啊 哎 我全部留着 厚厚一本 我忽然觉得有一个点子了 嗯 因为四百多首 至少有一百多首 大家就是耳熟能详嘛 对不对 就是都都唱红的 不管是林一连啦 魅艳芳啊 什么都很多人都唱 唱了你的歌唱得就很红很红 所以小文也有点小物质说 后来大家都觉得都找我写词 都没有找我作曲 那你这些没有出版的 有这么多的资料 找机会啊 现在这个小众市场 会社有会社的 对不对 现在没有时间搞这个事 可能等我退休 好 做音乐有什么退休的 你讲的是指这个音乐人交流协会吧 对啊 对啊 要把这个责任先聊 好 我们待会儿再来谈他的那些 未出版的作品 他为什么现在责任很重 就因为他接了这个 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的理事长 而每十年 每十年或者每五年 所以大家都很期待的 其实我觉得 很多人都以为 哎呀都是你们这些 这个中老年人的 这个大聚会 这个party 但是话要说回来 我也看到有一些 即使是陪着爷爷奶奶的 或者是陪着爸爸妈妈年纪也有啊 就是每一次的民歌四十 民歌四十五 民歌五十 对不对 所以明年 明年的二月十四号 西洋情人节 一连三天的 民歌五十 说实话 我知道这个日期啊 但是你们在宣传做的可能还没有太 太铺天盖地 我是因为在一个聚会当中碰到了赵树海 是 当年是我的主持搭档 我说哎呀你现在都在台湾 他忙什么 我都忙 民歌五十 我说嗯 已经五十了 我不是才成交过四十五吗 怎么就已经五十了 对啊 明年啊 小巨蛋 对 然后我还说 都在那个流行音乐中心 不 今年这小巨蛋 对 然后我说哇真的 然后马上就跟我讲 我们要连唱三天了 我就开始跟旁边的 我想今天遇到谁 另外一个歌手你唱哪一天 在一边讲你唱哪一天 我唱哪一天 说三天的卡斯跟曲目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所以我就开始研究了一下 是 然后呢 发现丁小文呢 有去上我们点灯的基金会董事长 张光斗的节目 我立刻问斗哥 你访问了丁小文 那我这边的说声对不起 我要谢谢你 可不可以也访问他 那他就很大气的说 可以 不怕雷头 就跟小文联络上了 总之就这样牵上线了 来来来 这明歌五十 对我们来讲 半世纪 对 也是匆匆就过去了 对啊 我觉得我们回头想一想 就是什么歌 可以传唱半世纪 什么歌手可以唱半世纪 然后那首歌还有原唱在唱 就是在台湾的流行乐史上 其实真的很含有 很罕见 对啊 这样听起来就很热血沸腾 对啊 对啊 所以我觉得明歌真的 对于我们来说 不是一首歌或是一个歌手 它是那整个世代 整个年代 我们的记忆 生活的记录 不当是记忆 它是真的是历史 对 而且当时的整个的人文氛围 就在那里 没错 因为所有的明歌的素材 都是取材自我们的生活 庶民的生活 所以其实就是记录 那个时代所有的画面 氛围 所以它为什么可以传唱五十年 说老实话 苏珊姐 真的不是只有中老老年人在听 我们从明歌三十 四十 四十五 一直到明年的明歌五十 其实我们的受听众 年龄层非常广 除了三年级之外 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 是最主要的 是 但七年级生也有 我其实也很讶异 我后来问了这些年轻人 他们说 因为我们小学的音乐课本里面 有明歌 然后再来就 他们可能听爸爸妈妈唱 或者是听爷爷奶奶 播放这个卡带 而且即使现在很多 就是以广播电台来讲 很多的节目也都在播 当时的明歌呀 对不对 而且我觉得就说 现在明歌哦 我觉得不是怀旧而已 其实很多年轻人 是因为没有机会 听到这些歌 但是呢 我也问过很多年轻人 他们为什么会听明歌 他说 因为我们以前没有机会听 但听到之后就觉得很好听 朗朗上口 所以有些不一定是陪爸爸妈妈来的 是他们自己来听的 他们就觉得很好听啊 又很好传唱 很好学 对 所以他不只是怀旧而已 对不只是怀旧 因为他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是的 一样嘛 当你西洋有老歌的时候 为什么台湾没有老歌呢 对不对 所以唱那个时代的歌 因为陶小青 陶姐也来上过我们的节目 是 那个时候其实也是在因缘机会之下 对呀 我们为什么不能唱自己的歌 自己做的曲 自己谱 对不对 自己谱的词等等 好 那小文自己本身也是词曲创作者 那 有一些的这种 歌手 舞台上的歌手 或者是词曲创作人 他们是不太喜欢去 做什么行政责任的 所以你是在什么因缘机下 接下这个理事长 多久了 我觉得事情真的要往前讲 第一个就是 我2012出了这本书 好 那 我们的音乐课 对 然后2013年 我办了一场大学成的 飞扬的歌手 30周年的演唱会 有 对 就突然之间我就跳出来办了这一场 我也是第一次办 然后2014年呢 我就给自己一个50岁的生日礼物 所以我就办了一场歌唱 在国度纪念馆 所有人都说我疯了 好 一个就是在幕后这么多年的人 突然跳出来说 我要办歌唱 好 因为很多人都忘了 当初这位也是这个 参加歌唱比起来的 展露头角的歌手 也算歌手了 我也算歌手了 只能说你那时候 因为你的词写得太好 所以大家就把你有点 窄话定话就是 作词者 没有 其实 作词作曲 创作人 其实应该说就是 最早期 我也是有站在舞台上做歌手 有啊 在当时 我也记得啊 但当时那个就是 80年代的时候 我一直觉得我格格不入 因为当时的女歌手 比如说金瑞瑶啊 林慧萍啦 都法拉头啊 玉女 对玉女都比较 日本style这样 那我就真的是中性啊 我都觉得 就格格不入 那后来我就发觉 我站在舞台上面 就稍微 如果是现在就 有style 正常一格 现在就脸皮厚 心脏强嘛 可是那时候 你就觉得跟 周遭的氛围 有一点不合 然后那时候出片 我也出过专辑 然后就发觉 跑宣传的时候 就发觉新人好可怜哦 新人真的很可怜 就是没得说话的份 叫你在那边就在那边 叫你滚就滚 综艺节目那个时候 对 所以我那时候 就打退堂鼓 我说我不想唱 所以是因为那个时候 真的就是 想要到幕后 那可是后来开歌唱呢 对啊 那我对幕后制作 是更有兴趣 那是 50岁那年生日 就是我的很多的好同学说 小龙我们帮你 过一个生日 你开一个 小型的演唱会嘛 我们来 这个生日 又是给自己找麻烦嘛 对 结果不是他们帮我 开演唱会 就是我自己来弄 所以就是慢慢有了经验 我就开始就是有接触 演唱会的制作 等一下 可是 你开了歌唱之后 我们后来还是很少看到你唱啊 你多半就开始当老师啊 当评审啊 还是做你的幕后啊 我还是在幕后 但是你用歌唱证明 我还是歌手 不要忘了 没有 我觉得是给自己一个 交代 音乐生涯的一个里程碑的记录 我觉得是这样子 然后当时唱了很多 我写给别的歌手的歌嘛 我觉得那是对自己一个交代 然后那当然一个 另外一个原因是 在此之前 我其实生了重病 我其实前前后后 大概有十年都在修养 然后有五年是完全没有在 市场上露脸的 因为当时我的 有严重的过劳 然后也有点忧郁症 然后我的肾功能 是激进衰竭 然后我的肝功能 也就是药毒太重 因为我那时候常头痛 我就会吃止痛药 最严重的是 要吃六颗才能止痛 所以医生说 这太可怕了 所以我后来就修养 那我整整修养了五年 五年之后呢 因为因缘际会 才有机会 比如说担任那个 选秀节目的评审 那我以前又担任过 所以不陌生 慢慢慢慢慢慢 才又恢复到 就说可以开始工作 对 所以是这样的因缘际会 所以我觉得 我五十岁的时候 给自己一个交代 作为一个人生的阶段的 转换 所以也是历经了一些 疾病的挑战波折之后 要重新的开启自己 但是现在 当你要接这么多工作 因为我刚听到 过劳两个字 所以你自己的 时间的分配 对 但是真的是 我觉得蛮难的 但是真的是 我为了这明歌五十 在跟你做联络的时候 很多事情都自己在处理 对 他那天跟我讲说 你知道吗 我办个事就两个人 就我跟另外一个助理 就我们两个人 就两个人 我想这么大一个协会 而且你要办这么大的一个 场次 连在三天 就你们两个 当然有很多 就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也是要委托了 要委托别的团队 但是就说 主要事情就 真的只有两个人在做 但是我要跟 苏珊姐就说 我之前办了歌唱之后 其实我人生有了很大的转折 怎么说 我以前就是非常努力工作 拼命工作 其实身体真的弄坏了 然后我休养之后呢 我告诉自己 我还是要做音乐这件事情 但是音乐不会变成我的工作 或是事业 它变成我的置业 所以我的心态就转换了 我还是会继续做音乐 用不同的角色跟角度 心态也不一样了 但是我的心态不一样 不是把它当做工作 不是来拼事业 我当做一个置业 所以也很 心甘情愿的付出 也很奇妙 就是自此之后呢 我接触到很多音乐的事情呢 不是以前只是写歌 制作这种事情 就越来越广 越来越广 对 就很奇妙 是 所以当人的心态改变 念头改变的时候 对 心念很重要 对 心念很重要 接下来这条路 铺在前面就是不太一样了 对 但是你也更多的选择了 因为以前可能 不能讲来者不拒 但是只要有机会 OK 这个唱片你也做 然后这个曲你也谱 然后这个词你也写 对不对 然后自己 而且又有源源不断的 这种创作的灵感 所以就一直不断地写 那现在就要修 要放 对 要懂得舍啦 要懂得舍 真的啦 那所以也是可能前面 这一段路铺陈 一直到有一天 音乐人交流协会 几位长辈 就找我说聊一聊 因为看到你做了很多 很棒的演唱会 发现这个人有organizer的 就是召集人 可以整合资源的能力了 我觉得有能力的人很多 但是我也直接问他们说 为什么找我啊 因为其实我身体没那么好 那他们就说 第一个你有责任感 你看 这是谁说的 你有责任感 是谁说的 就这个 乌楚楚老师 淘解啊 真的是前辈 然后你有责任感 然后有实名感 很正直 你知道人家这样子 称赞你 你很难自己下台阶 我说老实话 那当然就说 这么多年来 我觉得明哥这个事情 对我的影响很大嘛 他也是我入行 很重要的一个角度 所以我觉得 如果今天有机会 就是说把这个单子 放在我肩上 我觉得我好像可以 把它做得很好 对 当时有一个虚假的自信 觉得可能自己 一点都不虚假 因为我觉得这是真诚 因为你过去累积的 这个credit 然后你的真诚 你的使命感 你的责任感 让这些前辈们 对你是放心的 因为事实上 他们也有一定年纪了 他们当然很希望 这个传承要交棒嘛 是 那你对他们来讲 你是算终生代 对不对 算终生代 对 所以我老觉得你好小哦 但是你说你也六十了 我也觉得 我怎么觉得 印象里还觉得 你还在北一女 不晓得为什么 永远都是学妹啊 不晓得为什么 你就印象 你还是觉得 甚至还不是你大学成 我老觉得 你的北一女的时候 为什么我就已经知道你 I don't know 我不晓得 可能跟王海玲有点关系 永远都是小学妹了 小学妹 对对对 好 来 那你讲一下 你接了这个 协会理事长之后 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除了 除了民歌五十 是一个重要的 一个指标嘛 对不对 还有更多是 对 我接了协会之后呢 第一个我就觉得 我们协会原来就是民歌手组成的嘛 是 那民歌呢 说老实话 你说能不能继续传承下去 我觉得这很难说 这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 但是传唱我是觉得 是可以的 传唱是做得到的 传承不一定 但传唱是觉得可以 但是我们想传承什么呢 就是原来我们在民歌年代 我们的原创精神 原创精神 原创精神 我是觉得可以传承的 那事实上现在 很多这个学生 年轻人 也一直都在原创嘛 对对对 所以原创从来没有消失 但是呢就说现在 你可以出版作品的门槛 其实几乎没有了 对呀 我们那时候门槛很高 是的 现在几乎没有 你自己有自己就可以做直播主啊 自己做YouTuber啊 对都可以啊 很容易就是数位上架 就是出版了 是 所以他其实没有经过层层的打磨 没有跨过门槛 OK 所以呢现在每一年啊 我听说每一年我们出版的单曲 超过两万首 台湾的这么小的地方 超过两万首的单曲 但是你记得的有几首 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原创的精神是要传承 但是是不是作品更需要打磨 对不对 好 所以也是因为这样 就是我接了理事长之后呢 我希望办一个奖项 就是奖励这些在学的学生们 就像我们当时校园明哥一样 是 让他们有 金运奖 什么 民谣风啊 大学生什么的 我希望能够借由我们协会的力量 让这些在校园 就是说有一些创作能力的 这些小孩子 能够经由我们的媒合 跟业界的核心能够接触 也可以打磨 多一些打磨的机会 对 就你们有这个能力 我们告诉你要怎么做会更好 所以我们就办了一个校园创作金银奖 那今年是第三年了 OK 对 就办这个奖项 好像看到当年的许许多论 小小丁小文一个个出来 对对对 就是啊 我们当年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途径出道的嘛 对对 然后经过最主要是经过很多的长辈 前辈打磨 打磨其实是很辛苦的 那我觉得现在孩子们 孩子要耐磨 对 必须要 必须要 对你绝对是好事 是 那你看到觉得现在的孩子耐磨吗 跟你们那个时候比较起来 我觉得他们现在比较有自己的想法 不像我们当时比较愣 比较愣傻傻的 就是前辈说什么就 哦这样 那现在资讯真的太多了 他们得到资讯很多不同的管道 所以有的时候跟他们讲会觉得 他们不一定会以为然 就可能很多会不以为然 所以现在不带孩子打磨 这些前辈 自己也在磨 对不对 因为世代不一样 那当你希望传承所谓的原创精神的时候 而这原创精神不但传承 而且出来的quality要好 对 那这个磨跟合 这中间的来来回回 就是必须并且的过程 对这很必要的 所以你基本上也是个很耐烦的人 啊我其实很没耐心 但是就是借势恋心 对不对 出带姐我告诉你 这是老天就在磨练我 对啊 所以当你心态改变的时候 这些的磨 你也会欣然接受 因为你心甘情愿 你觉得这就是 使命感怎么来 就是来自于 我觉得是这样 一次一次的挑战或磨练 其实是在增加我们的本事 哎呀越来越敬佩了 本来觉得就是才女 我现在觉得他不单单 丁晓雯不单是才女 而且是个非常有修养 有人文素养的才女 这个差远了差远了 我常说自己是踩在地上的女 所以明年的西洋情人节 2月14号的台北小巨蛋 大家呢 应该要相约来场 民歌的盛会 这是每隔五年 大家都非常期盼的 那么丁晓雯 我们的中华音乐交流协会 他这个理事长 一肩扛下来 这样的一个责任 好 其实丁晓雯呢 这个整合能力 行政能力在这一次的 不管是打鸭子上架 会还基于什么应该 总之接下了理事长之后 而且除了办活动 也在积极跟年轻的 这一群的词曲 创作人在做一些对话 做一些交流 所以还办了 校园经营奖等等 好 那你自己回顾你的 像算起来你的创作生涯 如果我们从你13岁 开始在数学课 写的那首歌 开始算的话 也40多年了呀 哇 这个对呀 13岁嘛 快要50年了 还没了 这个事我们要 斤斤计较一下 大概40七八年 40五入 好 你自己怎么去看 你的创作 因为我们上半场 有特别提到 因为很多 快智人口到现在 就是你讲的传承传唱 到现在一直 还传唱不已的 搞不好他已经 二三十年 但还在传唱 比方说 你是我胸口都痛 是不是 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永远的痛 或者是爱上一个 不回家的人 对不起 我老觉得这些歌 打进了很多 女性的心里 的确 反正 这些歌到现在 都在传唱 所以也有一段时间 丁小文也被定为 就是作词 对 但事实上呢 他的talent 原超过这个 而且他也是音乐制作人 等一下 那你自己怎么去看待 你过去的 已经出版的 四百多首的作品 还有更多的 没有出版的 这些作品 你会用什么 什么样的字句 去描述你 这一整段 将近五十年的创作 什么 我觉得创作人 自己有 他的人生的阶段 其实我们年轻的时候 因为在那个 环境里面 我们创作很多就是商业 商业音乐嘛 因为他必须要让公司赚钱 让艺人可以红 让歌唱销 那 其实经过了那个阶段呢 我中间有历经好一段 就是低潮期 就是我生病的时候 生病 长达五年嘛 你有说 对五年是整整都没有 包括写歌都没有 因为医生说 你连动念都不行 因为那很耗损能量 所以那时候 我就大量在看 比如说看宇宙的起源 地球的起源 然后看很多的经书 所以重新不同的 我知道你还常常去抄经 对不对 对我有抄经 对 然后我从金刚经 得到很多的启发 那真是一本太好的 我觉得他不能 严格来说 他不是佛经 他是哲学 哲学 人生哲学 太棒了 然后呢 我觉得经历过那些之后 对我来说 我的创作 我仍然想创作 但我觉得 人生阶段不一样了 我现在的创作 第一个 我觉得一定要能够帮助人 早期我们又写一些情歌 很悲伤啊什么的 我都觉得 即使我们写一个悲伤故事 在最后一定要种下一点 希望的苗 这是我 而不是让大家听了一首歌 陷入更深层的哀伤 对 对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这是一个创作人的社会责任 除此之外 我刚跟苏珊姐讲过就是 我大病一场之后 我重新复出 我就觉得音乐是我的职业 对 所以我一直 心心念念要做一件事情是什么 就是我想要做能量音乐 能量音乐 真正就是真正会影响我们的身心灵的能量音乐 已经开始了吗 我其实已经研究很多年 把很多那个什么能量音乐啊 心灵音乐都拿来听啊 对各种流派都有 对对对 就研究包括研究阴阳五行啊 这些工商觉之语 我们对应什么五行 是 我一直在研究这个 那但是因为这几年就是也有别的任务 所以那个事情就暂时放下了 哦 可是我很好期待哦 对 就这个能量音乐 所以其实苏珊姐刚刚说 就是退休是不是卸下 李市长的这个责任就退休 其实也不是 我退休是退出这个 真的商业的这样的运营 嗯哼哼 但我真的要做的是 我真的人生后面那个阶段 我要做真的能够帮助人的能量音乐 那你这个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 这个李市长的任期有 我们一任是三年嘛 三年 那前面三年刚过 那今年是第二任的 第二任的第一年 你不会是连选得连任吧 就是 基本上是这样 前辈如果说 小文 继续吧 你这么有使命感再来 哦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只有连任一次 还好 还好 跟总统一样 跟总统一样 连选得连任的只限一次 好 因为我刚听你讲的能量音乐 我好期待 因为各种各样 你也在网络上 我们也会去搜寻嘛 就各种各样 都有 什么都有 什么流派都有 然后就这样 有的未经打磨的 也在上面嘛 对 所以其实如果有经过 真正的学理验证的 然后呢 有研究过的 证明实验是有效的 或者是怎么 这很重要非常重要 所以你有一整套的 研究成果的这种 呈现的计划了吗 还不能说成果 因为这个 这条路不好走 好 就是 我们找到一些资料 其实可能 不是那么正确 所以我们也不能来沿用 好 所以有些东西是 需要靠我们自己去发掘 需要去做research 对 就像你当初写 我们的音乐课 要访问很多人 要做很多人 他要留历史 那这个是你的未来的志愿 这是一条long road 漫长的路 但是我觉得 这就是我下半辈子 要做的事情 真好 但是如果回到你过去的作品 我们有时候觉得 像我有听过一些 这个词曲创作人 他们说 有各种各样的状况 有的时候呢 他十分钟二十分钟 他那个就很顺 写出来了 对对对对 那有的人说 偶心力写 有的时候两三年都写不出来 是是是 那如果你自己回顾 但我相信你 也不可能记得 你所有的作品了 对 那但是一定有印象深刻的 如果我们用最 比方说写得最快的 这个以卖座来讲说 曾经他创作的销售 曾经是最好的 或者让你最头痛的 呕心力写 然后呢 日夜烧脑的 我觉得可以用好几个罪 你自己来讲一下你的罪 我觉得可能红的最久的 应该是青苹果乐园 然后呢 因为他好唱吗 我觉得是因为小虎队 真的太红了 到现在大家才记得 小虎队的那个 而且小虎 喜欢小虎队 不是只有小孩 是小孩的父母 也在追星呢 这其实也可以研究一下 小虎队之外 包括我发现 吴越田园也是一样 是是 其实最主要是这些团 他们有很正面的定位 像小虎队就叫做 重荣誉守秩序 所以爸爸妈妈觉得说 这个团很正面 所以我小孩追他们 OK的 所以连父母就一块追 然后 我 可能写的最久的一首歌 是写了整整 那时候写了几个月啊 写了一个月还是三个月 我都忘了 我写了很久 因为我一下笔就完全卡住 对啊 为什么会卡住 对 因为我听那个melody 很有感觉 很有感觉 但是就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我写不出来 然后我就一只鸽子 然后每天都在想 每天都在哼那个旋律 就 你问你的医生会说 我们其实就是精神压力很大 过了好一段时间 我突然 知道我要写什么了 因为我写作是这样 我不会立刻下笔 写第一句第二句 我们都会写一些草稿 我已经就在看我的草稿 但那首曲子很短 他的篇幅很短 我要想我要怎么写我的前半生 好 所以呢 想这事情又想了非常久 但是真的决定要怎么写之后 他就会写得很快 所以等于是在酝酿 酝酿非常非常久 然后前半段的酝酿 其实是他的轴心 他的focus会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 去符合那个旋律的画面感 跟那个情绪 后来写完之后呢 我就自己唱了一个demo 我发觉我大概不能唱这个歌 我每次现场唱这个歌 我一定哭 因为是 但是那哭并不是说悲从中来 就是里面有东西会touch到你 就一定会touch到你 所以我每次唱这个歌 哇不行了 所以这首歌其实我没有正式出版 对 我现在保留的音档就是 我当时写完歌 请作曲者 就当场弹个钢琴 就说我们来唱一个demo吧 就这样 就one take 录完 对 就这样 一个demo 但我朋友听着就说 这是最好的 重录都不会更好 OK 所以就是 这是我写的最长的一首歌 就是花的时间最久的 对 但是 到现在你还没讲哪一首歌 简单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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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起来五个字 没想到酝酿了这么久 因为幸福其实不简单 你要怎么把它变成简单的幸福 这个是我们一生都在追求的答案 而且它映照了你自己去勾勒出来你的前半生 对 你用了怎么样的简单的文字跟情境来描述幸福呢 它有几段 每一段呢 其实都是人生的一个体会 那 我觉得 听众朋友 观众朋友 听过就会知道我在讲什么 因为前半生真的不是三两句可以讲完的 但是歌很奇妙 它几句话 就可以描述你的千言万语 但是这首歌你又说简单的幸福 到目前为止 你只有这个demo 对 我自己没有正式出版过 对 那我们今天 我们的听众朋友 观众朋友很幸福 希望能够授权 让我们的YouTube上面也可以听到 然后 我们先用心体会一下好了 我们先听一下 好 简单的幸福 这是 林小文提到自己花了最长时间 它也许不是纯烧脑而已 它应该是一种情绪的延续 对不对 当你去回顾自己的前半生的时候 里面不管是高潮起伏或者是各种不同的选择之下所累积的一些结果 对不对 我觉得写这首歌呢 最重要是整理 整理 梳理自己的人生很多的事情 第二个很重要 叫做治疗 对 我觉得我们内心都有很多的苦痛嘛 跟挫败嘛 但是因为就是现在生活都非常忙碌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有时间真的去面对 或者去消化它 或是治愈它 就是放在心里面 可能久而久之 你知道那一点点小小的杀力 可能就变成一个茧 可能在人生某一个时候 都突然它爆发了 它也可能会裂开 对 它就变成一个大的伤痕 所以我觉得 我那时候生病呢 整整五年我没有做任何工作 我连写歌都没有 但是我觉得那是我人生最宝贵的阶段 因为呢 你没办法做任何事 因为你没有体力做 所以你就有很充分的时间 开始整理自己 开始了解自己 然后开始呢 给自己很多的问号 问为什么 就是我为什么过去是这样 我为什么过去要这样做 然后整理很多自己的人际关系 就发觉 这个可以不要 那个可以不要 难怪你刚才会讲 这是一个舍的过程 对 这很多事情太庞杂 但是事实上 人生很有限啊 对吧 有些人可能还 没有想到要走到 八九十岁 就中间就停止了 人生很有限 我觉得不能浪费时间 我们的每一分 每一秒都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那个阶段是 对我来说一个很大的帮助 然后治疗了很多事情 也让我明白了很多事情 了解很多事情 所以从那之后呢 其实我的性格开始也不太一样 我就是带人处事的方式也开始不一样 之后我才发觉 以前常常跟我一起录音工作的录音师啊 后来发觉 诶 小杨老师好像不太一样 才敢跟我讲说 小杨老师 以前跟你录音的时候 我们都会胃痛 所以你可能 有意无意或者无形当中 其实给了别人很多的压力 但你自己未必有觉察到 其实是我自我要求很高 那旁边人就是 因为你的要求很高 旁边人就会要跟进嘛 然后我们以前觉得这是理所 当然 你当然要跟上来啊 这个好的quality目标啊 后来就 我们可能没有 没有concern到别人的那个紧张感 但是后来 那你用什么样的方式 让他们感觉到 你对他们是有concern的呢 我觉得自己心态改变 你的行为就会改变 脸像也不一样 都不一样不一样 后来很多人就说 小杨老师 以前看你好严肃哦 尤其是讲评的时候 对不对 对 讲评当然不能嬉皮笑脸啊 但是私底下就发现 我其实很搞笑 对 我其实 苏杨老师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我刚刚出道的时候呢 因为其实朋友都知道 我私底下很搞笑 我差一点 差一点呢 要进那个叫做连环炮 去演女丑 这样 所以如果那个时候成的话 就是现在丁小文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不是音乐人 没有 我觉得 还是会斜杠回来 因为你对音乐色太喜欢了 会是一个 全方位发展的音乐人 而且呢 也很能够演 对不对 我最想做的是音乐剧 Why not 我在想说我做完民歌50之后 这么大场的演唱会 我有没有机会可以做音乐剧啊 而且我现在真觉得 有太多的可能性了 你刚才讲能量音乐 能量音乐它也可以有各种各样神细的 对不对 然后你音乐剧 音乐剧你也可以是comedy 也可以是这个 tragedy 也可能是 对不对 各种各样都可能啊 对啊 我们现在就是要整合很多不同的元素 人生六十才开始了 耶 我们把民歌50办完之后 再来规划新的 我忽然觉得太棒了 不过 真的 因为你刚刚在提那一段时间 我们真的有的时候回头去看 表面上看来 那五年好像不能做什么事 但实际上那五年 你一直不断在input 因为你要看大量的书 你大量的阅读 大量的input 对 然后你这个心性更加的稳定 对 对不对 所以在回 这五年不能说是空的 不是 它绝对是一个累积的 然后之后 累积了之后 所形成出来的那个力量 又不一样了 对 这五年完全没有浪费 完全没有 真的 所以我们真的不能表面 那五年没有产出 就认为说是 好像空 有内心很多产出 所以人生不空过 分秒不空过 有很多种 很多的方法来检验 对 那谁来检验 自己检验 不是靠别人 真的不是靠别人 靠自己 好 现在的丁小文 也不要靠别人给什么奖 或者是 找很多很多人来找他邀约 然后来肯定自己 最重要的是 知道自己想做什么 对 那这个音乐是置业 那女丑可能是未来 可能发展的音乐剧 在家能量音乐 对 这好多事情 我忽然就在人生 真的充满了充满了希望 那回到 对我们这个民歌五十号 你特别希望 透过这一次的歌手的大集合 因为我说 三天曲目统统没有重复 歌手的整个的卡丝阵容 也统统不重复 这是技术性问题 技术性问题 但是你最希望 透过这样的一个 大家期待已久的一个大团结 你知道那种感觉就一个这么大的gathering 然后大家一起唱熟悉的歌 那种音乐的震撼力 感染力真的是很感动的 那你希望透过民歌五十 带给大家什么样的能量 什么样的回忆 跟更远大 大家可以嘲笑的目标 我想民歌四十跟民歌四十五 其实我们这个民歌的大家庭 同学会 其实都已经发生过了 我想每一次不管是歌手 还是说我们的观众 大家都在里面得到很多的 不管是回忆 激励 还是怀念等等 就是他有各种各样的情绪 那我接下这个任务之后 我就一直在思考 民歌五十我要做什么 那第一个就是 民歌四十民歌四十五 我们其实歌手 演出歌手也相当多 我们是一天演完 但是呢 每次大概演出四五个小时 所有人都在叫 太累了 连观众也说太累了 都不敢去上厕所 很痛苦 所以好 这个就像苏山姐讲的 技术性的问题 所以我在思考这个事情 另外一个就说 我们的意义是什么 民歌五十 说老实话 可能是这样大型的 民歌同学会的最后一次 民歌六十真的 我觉得有一点困难 但能够办当然很好 但我觉得民歌五十 我们就要把它办出来 一个深度跟高度 所以呢 第一个在技术面 就是我觉得 我们不要让大家这么辛苦 我们分不同天来演出 但是呢 如果说不同天演出 还是一样的曲目的话 其实能够参与人 会变得很少 所以一个是减法嘛 就缩小 一个是要扩大 所以后来想是扩大 扩大的话就是说 这么多年来 民歌演唱会很多 但是唱的曲目 大概都是那些歌 但是我们有很多 很好听的民歌 大家都很少唱了 所以我就想说 我把它扩大 我们这次要唱更多的曲目 所以后来慢慢慢慢 像我们可以传唱的 也会越来越多 对不对 因为很多歌 可能大家忘记 但是你一想起 就说原来那个歌 很好听 所以后来我们曲目 大概就大概一百多首 一百多首 一百多首 分配在三天的曲目当中 对 那怎么分配呢 很重要 就我这一次呢 整个的制作的编辑的角度是 我把民歌 这一百多首民歌 用主题跟内容 做一种分类的章节 比如说诗词入歌嘛 啊 比如在北亚康桥啦 是 回旋曲啊 民歌手啊 都是诗词入歌嘛 有古诗词 也有新诗嘛 对 比如说某个章节诗词入歌 或者有一个章节 比如说自然篇 比如小茉莉啊 秋缠啊 大自然的 大自然的 我用这样子来编一个章节 好 所以这是很特别 以前从来没有过 就像策展 所以这回丁小梅 除了是理事长之外 要当策展人 对 有点像这样概念 所以这一次 为什么会变成是三天 不同曲目 不同卡司 因为它有不同的章节的编排 所以我自己来看 它比较像叫做 民歌音乐节的概念 啊 音乐节 对 联唱三天 再来讲就是说 我想要做什么样的意涵 这一次呢 我们把整个的规模做得很大 不是只是在小巨蛋 这么大的场地 包括舞台 包括视觉 我们都会做到 大概有史以来 最好的民歌的演唱会的规模 为的是什么 如果只是三天看完就没有 这很可惜 那只是一时的高兴 所以这一次我很重要的是 我要把它记录下来 保存下来 所以为什么要唱这么多歌 不是只有那三四十首 好 所以呢 我这一次现场会出多轨的录音机 会分轨录下来 我们最后还要进专业录音室去做混音 要分轨录音啊 对 然后呢 现场呢 我们会请很有名的三金的导播 李立方导播 来现场 我的老朋友 把我们所有的好看的画面全部录下来 我为的就是要留存这个记录 哇 太棒了 所以它不单单只是一个event 就是一个事件 一个活动而已 它其实是延续了五十年的运动 在这一次可以这个campaign 一直不断的使命传承下来 这campaign留下历史的一个很重要 那所以我们所有的参与者 也可以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对对对 我常常觉得这次民歌五十 就像是一个历史的事件 它不是只是说民歌走了半世纪 它是一个历史的事件 所以当天来 一起跟我们唱民歌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的声音 也会被记录在我们的记录里面 对 你刚刚一面在讲的时候 我居心里在想 那我如果去参加演唱会 然后台上的歌手在唱 我们底下跟着唱和的时候 我的声音也留在历史里面 我也成为历史一部分 是太有吸引力了 是的 大家一起来创造历史 一起留下历史 这个感觉真好 很有使命感 那可不可以问最后一个问题 那你刚刚讲的 那你耗费最多时间 而且是反映了你的前半生的 简单的幸福 这次有在这一百多首里面吗 因为它不是民歌 所以没有 不过我自己的YouTube的频道有 丁小文说歌 这个频道里面有我的视频 我在现场也是live演唱这首歌 也是唱到中间 唱不下去 眼泪鼻涕直流 所以呢在我们节目的最后 既然今天也这么难得 大家当然可以直接去Google 去找到丁小文 他自己在经营的这个频道 不过今天这么难得 既然他也授权给我们 我们也希望用这首歌来作为今天 整个访谈的ending 刚才大家已经先听了 但我觉得既然这么难得 而且细细品味一下 这个字字句句当中 您在你的生活当中 人生走过的路上 是不是曾经不经意的 其实错失了一些简单的幸福 但没有关系不要忏悔 也不要懊恼 还来得及 每一个当下都是创造 简单幸福的开始 是 非常谢谢小文 祝福大家 祝福小文 身体一定要更好 等着看你的音乐剧 是 先去民歌五十 对 然后呢再来等你的音乐剧 再来等你的能量音乐 再来分享给更多人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小文 谢谢 祝福祝福 那我们下次的节目再会